所以如果你真的想去這些市場找一些股份去做潛力股的話 我覺得其實除了剛才說的辦法,那些新來源車股依然可以去留意 好像一隻小白汽車,公佈出來的消息數據其實也是做得好 這是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是整體如果繼續有強的運經濟自己政策 我相信汽車股、新來源車股會是一個受惠的一個優惠 第三個原因是你之前缺一些芯片,令到這些汽車的新勢力和新冒起的 又不是說十分大尺寸的,其實他們實在有影響 但是慢慢慢慢,其實你信長之後,他們的產銷方面 我相信是未來的月度公佈的數據,應該都可以向好 再加上其實小白汽車,你記得它的股價,其實是由低位跑回上來 顯然是做回突破,想抽穿回到未來的,可以抽穿回到四月的高位 整體上,無論是基本面也好,走勢上來說,相對上是背後 還有那個幅度,我覺得其實是有一個可以繼續追落後的潛力在這裏 但是策略上,我覺得就不妨可以去採取這個分柱策略 因為你竟然看到,這個升幅是相對上大 還有,雖然說其實有一個消息,或者想為一些強刺激的政策出台 但這個始終是一個炒作的消息 我覺得其實今天升幅是比較過急一點,不妨可以去分開兩三柱去進行一個考慮 即是初步來說,如果可以進取的話,可以現價去考慮 或者是等它回到幾個百元之後再去考慮 然後有機會調整它,稍微落到一百元的樓上 你才可以進入到第二柱 這一類型的新型電車股,我覺得是未來幾個月 甚至乎下半年 只要其實它的數據能夠配合 以及內地的經濟慢慢慢慢可以進入回運的話 這個同樣都應該是下半年會繼續是一個市場焦點 所以是一個值得去 趁一個,如果現在很強勢 就算是現在強勢也好 如果真的有回調,都是一個值得去吸納的股份 主要這樣就有... 在那裡